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者用的都要最天然的雄货 加上近日食安风暴层出不穷 要如何吃出健康的确是一门学问 今天节目特别远赴桃源 一家小而精致的油厂 看看许蔡基董事长 如何成功打造油品界的四大天王 本公司成立差不多33年 最值得加油还是它的特色 我们苦茶油打破传统 以现代科技 很高低温烘焙 做这个苦茶油是偷客的 消费者的反应都不错 许董No.1的苦茶油是如何做出来 今天节目特别带大家一探究竟 首先将苦茶籽去壳置入除疗槽 透过电子控制物料的温度 采取低温烘焙方式 最后经过除油槽 在过滤布及过滤纸双重过滤下 慢慢的萃取出来的就是优质苦茶油了 我们刚刚榨吃了那个苦茶油 那就是连鱼没有过滤 它经过这个除油槽以后 用这个固定的压力 经过这个过滤槽 一层是过滤布 一层是过滤纸 它经过这个压力以后 鱼会慢慢慢慢的 把鱼会过滤出来 它就变成天然的 纯天然的苦茶油 徐栋于民国77年率先引进 日制连续式精密炸油机 将制成导入自动化的新里程碑 第一瓶紫色油 它的Omega 3含量最高 非常好的油 Yama Renly 我们这一瓶是台湾第一瓶 台湾制造的 它的Omega 3含量 我们的技术可以达到50% 那个消费者都知道 它最人体的重要 南瓜紫油 它里面含有新 新是微量颜色没错 但是缺少新的话 快乐不起来 没有感觉 全自动化设备的环境 并顺利导入ISO 9001 HACCP的专业双重认证 成为国内专业制油厂的 领导品牌 民国86年 那时候经济起亏 我经常是食用一个台积电 这个比较代工 那时候真的是 非常的忙 生意非常好 食安问题让许多民众 滥以为生的食用油 产生精泰好 这个能吃吗 那个能买吗 小厂与大厂经营的差别 在于小厂扎实的走美一步 食安问题 就差不多一百年后 十月左右开始发生 不知道就加设施 加香料 它好像一个化学工厂一样 后来就政府联合在查了以后 我们小厂扎 重新就是改变 存的就是存的 现在经过这几番 这个一直一直追查 追踪以后 现在应该是都很好的 除了许董自创的 油品界四大天王 畅销的芝麻油 烹调油 调味品 及养生保健礼盒等 都相当受到消费者喜爱 1103年12月份以后 我们改变做了很多 商标性的设计 市场环境非常好 这个月圆内混 104年年内混 订单已经非常多了 订单的目标在这里 许家三兄弟体悟到自创品牌 才是带领企业 永续经营的正确道路 并且成功切入各大知名流通卖场 甚至更成功打开外销之路 将产品销往美日 加拿大等国 背后最大意义 希望大家能从当中获取营养与健康 觉得最有成效感 就是最近这几次 我会朝着这方面去研究 是不是做成胶囊 还是能够把它萃取 更精致 大家去再方便 跟科技方法 把它做得更好 对这个社会奉以给民伯之力 阿里奥 外奥 健康 外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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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